花蓮慈小有一位園役志工 这是高龄88岁的张炳正爷爷 11年来他不分寒暑风雨无阻 默默守护校园也欢喜复出 背起割草机来回除草 好体力让人看不出张炳正已经88岁了 当初因为外孙女刘新荣而来到花蓮慈小当志工 久而久之成了大家口中的新荣爷爷 总是谦卑无所求 11年来天天风雨无阻到学校报到 这样的精神也成了小朋友的典范 爷爷都已经比我们老了 而且还打扫了这么努力认真 那我们这么年轻力壮的应该会打扫得更好 小朋友亲手制作海报拼贴出爷爷的形象 也将内心的感恩透过文字一一表达 打扫很辛苦 就是每天都要拿着垃圾袋很重 然后每天都要提着扫具 付出不止欢喜还让爷爷越做越健康 如今外孙女已经到外地读大学 爷爷依旧在每个角落默默守护校园 大爱新闻江信姓邓明仪 花莲报导